許多人喜歡欣賞魚群悠遊 您知道屏東海生館的肆育人員 是如何照料館內的海洋生物嗎 海生館舉辦了民眾體驗活動 帶您瞭解 走進海生館後場 一波波浪潮聲 吸引民眾探尋 為什麼室內會有海浪拍打的聲音 原來是一個個的水箱注滿水 就會往池子裡倒入 發出浪潮般的聲響 後面這個一直聽到這樣 噗噗噗噗的聲音 這個缸子是在前場的雅巢帶 這也與他們習慣的環境 就是有很多的海浪拍打 那我們為了模擬這樣子的環境 所以我們會用照浪機一直打海浪 讓他們習慣 也讓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環境長得是什麼樣子 在大洋池上方的後場 除了模擬雅巢帶的場域設施 還可以從不同角度 俯視在大洋池的海中生物 看到有別以往 飼育人不是穿著潛水衣 隔著玻璃前方的餵食袖 而是站在移動天梯餵魚 或是拿著滴管為剛出生的小魚 讓體驗的民眾及小朋友 大開眼界 後場可以看到的東西 當然就是我們可以從 池子的正上方往下看 第一個用不同的視角來觀賞 知道說飼育人員平常行走 平常工作的區域長什麼樣子 還有飼育人員平常的內容 除此之外剛出生的小魚包包 或者是新進的魚 我們都可以在後場看到 它有互動的活動 對 然後可以讓小朋友了解 小魚從怎麼增長成為大魚的過程 對 讓小朋友更體驗大自然的東西 各式各樣海洋生物讓人目顧遐忌 民眾表示透過後場體驗 瞭解到大自然中海洋生物的奧秘 讓人更敬畏世界之大 並懂得環境保育的重要 尊敬 兇 Laz 無 辣